孟华这一次是认真的 她跟我说 她爱你 想要嫁给你 她还说一生一世都不想离开你 我担心她会做出什么傻事来 那我也不能欺骗她的感情吧 那你就能欺骗我的感情吗 把我嫁给你大哥 就因为我是一个无关紧要的人吗 对不起 但是你跟她不一样 我欺骗你 是我这辈子做的最错的一件事 我每天都生活在愧疚之中 这您知道的 如果你对我有愧疚之心 你就去参加酒会 答应莫华的请求 就算是 就当做我唯一一次开口求你吧 海棠你不觉得你这样很荒唐吗 难道你对我做的事就不荒唐吗 好 那我们就都不要再荒唐下去了 我犯了错误 我可以弥补 但你不要再这么折磨我了 好吗 我没有想过折磨任何人 我也不想欺骗任何人 这个错误我已经犯了 我每天都在备受煎熬 对你这个错误不管是一年两年还是十年 我都可以等你原谅 但是我只希望咱们俩之间的事跟别人无关 你明白吗 那好 老尤心我问你 你说你要补偿我 你告诉我 你想怎么补偿 就这样 你答应她的请求 就算是弥补我的最后机会了 你确定你要用这种方式来折磨我吗 那好 如果你愿意这样 我打给你 我打给你 那你就能欺骗我的感情吗 把我嫁给你大哥 就因为我是一个无关紧要的人吗 就这样 你答应她的请求 不想打 pais 就算是弥补我的最后机会了 最后机会 rather 穆华 穆华 你今天真漂亮 谢谢 今天这里布置得这么有情调 你想做什么呀 是你生日吗 待会儿你就知道了 那我就生命一大喽 月轩 走 今天邀请大家来到这儿 是因为我想做一件特别的事情 这件事关系到我的终身幸福 所以我希望大家能够成为我幸福和美好的见证人 月轩 在我寒小的时候就开始喜欢你了 我也不知道喜欢了多久 每一次一见到你 我就特别特别地紧张 我特别害怕你能够洞察到我内心的小秘密 但我又很期待每一次和你相见 我原来以为 这可能是一种依赖或者是期盼 但当我发现要失去你的时候我才知道 这明明就是爱情 我已经爱得无法自拔了 我知道大家肯定都会说 女孩子要矜持要含蓄 从前的我的确是这样的 每一次我只敢躲在角落 远远地看着你 我只敢在梦里说我爱你 但这样 会让我们的距离越来越远的 所以月轩 你愿意让我 做你的女朋友吗 所以我们准备好 好准备好 我好准备好 军队 真的敢说出来啊 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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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 Zither Harp 顾海棠 这就是你想要的结果 雨萱 你是不是生我气了 对不起啊 我应该提前跟你商量的 对不起的人应该是我 我不想让你在那么多人面前下不来待 因为 总之你今天为我做的一切我很感动 说实话 我也问过我自己 能不能接受你 可当我说出我愿意三个字的时候 我发现我不能欺骗我自己 更不能伤害你 所以 所以我们只做好朋友 我一直把你当做我最好的妹妹 我也觉得 这是我们两个在一起 最好的相处方式 还好你倒是没有说出口 不然 我还不如一头去撞死多了 你可别吓我 我跟你开玩笑的 不过 爱情不就是会让人失去理智吗 没关系的 雨萱 只要能跟你一起相处 我就已经很幸福了 我会让你慢慢喜欢上我的 好了 你先走吧 我会跟他们解释的 那我走了 雨萱 我用尽了全部的力气去爱你 为了得到你 我不惜逼迫自己的好朋友 可是 为什么 为什么你还是一次机会都不给我 你坐下上哪儿去了 你坐下上哪儿去了 为什么不回家 那是我的事 不用你管 你是宗公房请家出来的吧 那还不能问问 老雨萱 你不去工房 也不去陪莫华 你来找我干嘛 我还有事 海棠 我没有答应莫华 我昨天当面跟她解释清楚了 在聚会上答应她 是因为我不想让她太难堪 你真的希望我答应她吗 是 可是 莫华她很爱你啊 她爱我是她的事 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你可以恨我 但你无法决定我爱谁 知道了 是 少爷 说 我们从外部调来的遗传原材料被截了 材料被截了 到底怎么回事啊 是这样的 原本呢我们一路上都很顺利 看快到码头了就准备卸货 突然一帮蒙面人从水下跳出来见人就杀 我和这些兄弟为了逃命就只能跳水了 那他们是什么样的 他们有枪 每个人都蒙着面呢 蒙面人 那他们有说话吗 嗯 哪儿可言 我好像听见 应该是他们大哥 说把船停在江面上 好等船主来熟 这口音嘛 应该就是当地人 还有一种可能 就是他们应该在昆阳住过好几年 怎么会这样呢 你们不是不知道这批货的重要性 为什么不多增加一些押送人员呢 不是我们工作这么些年都这样的 也没遇到这种事啊 再说这船都快靠岸了准备卸货 这谁知道能从水里面奔出来几个劫匪呢 是啊 我们也没办法 我们能活着回来已经是万幸了 什么事啊 什么事儿在这吵吵闹道的 师爷 船快靠岸了 被截了 咱们昆阳码头一向都很太平的 怎么会出这样的事情呢 对啊 远萱 喂 师伯父 怎么会有这种事啊 你要不要回去问问你爹 是不是得罪了什么人呢 哎呦 这个滑稽力出货的时间就没剩几天啊 偏偏在这个节骨眼上出了这种差错 这郎家可不要重蹈我师家的覆辙啊 谢谢师伯父关心 我们自己会处理的 我们自己会处理的 我先走了 我们赶到码头以后 从水里就出来也没穿越 据他们所说 劫匪师从水里冒出来 把他们的货给劫走的 这次事件的确蹊跷 一般的劫匪都是劫出港的船只 因为大多都是成品 价值较高 也容易脱手换钱 可这次却劫走的是我们的原料 如果不出手的话 他们留在手里也没用啊 而且 我们在码头还看见了施济舟 爹 你说会不会 施济舟 老爷一定是他 不然怎么会那么巧 他也出现在码头 如果真的是他的话 他敢这么公然挑衅 必然有十足的把握 爹 要不要我现在去找他 不 全叔 马上帮我准备一份大礼 明天早上我要出去一趟 是 老爷 爹 怎么样 解决了 龙德水答应帮忙 那是不是货也能要回来了 龙德水的伎俩并不高明 可是你拿他一点办法都没有 只能往他愈鹤南平的口袋里面塞银子 好在他只是求财 不会真正树敌 放心了 货还是会回来的 还有 不过这批货发出之前 绝对不能掉以轻心 我们现在要防的不是水匪 也不是龙德水 而是他 爹 其实我一直都挺奇怪 您年轻的时候 是不是跟世纪州有什么过节 他一直这么针对您 而且我觉得都已经超过了一般竞争的关系了 他这么做明明是想整垮我们家 上一代的恩怨你无需过问 经过几次较量下来 双方都没有占到好处 如今世纪州竟然拉拢龙德水与我为敌 以后我们要多点小心才是 知道了爹 知道了爹 你怎么也在这儿 这是我的另外一个家 我刚才一直告诫自己 等你醒来 我一定不劳得你 但是我还真想教训教训 你这个疯丫头 你连断头岩都敢去 你不要命了吗 没事你去那干什么 对了 我采的植物呢 你别下来了 是不是这个 你找他干什么呀 我要用这个去织域民的脸 织脸 这里的土壤 应该更适合他吧 我想起 以前山里面有一位草药 叫做远质 后来出了山 就被叫成小草了 这个冰茎麒麟 以前种在深山里面 现在又种在这个园子里 我怕它 再也开不出花了 胡说 你连传说中的草药都能找到 这是多么鲜鱼的事啊 我相信 只要我们悉心呵护 它一定能开出花的 可是每一个东西 都有属于它自己的位置 就像这园子一样 也给它启名叫做海棠园 可是又能改变些什么呢 是啊 也可能我是想 对自己犯下的错误 烙下一个深深的印记吧 也可能是我自己 对自己的一种慰藉 一种威慑 也没处是一种希望 不过最起码 等我想念的时候 我能来这里 种些花花走走 而是 我还没想念 我能不能扶着 这种花花走 你不过 这是我 不是 我可以扶着 闹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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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奈 里面 被 创业 被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到了 好 那你回吧 穿着吧 天老 不用了 海棠这个时候是想去哪里啊 你来了 你说这个冰晶麒麟真的有那么神奇吗 不知道啊 毕竟是个传说 对了 这里是乳香夏枯草 还有其他一些配料 先把它们过水然后晾干 最后磨成粉就行了 好 你说他什么时候能开花啊 顾海棠 木华 你干什么 木华 你 你那天拒绝我 就是因为他对吗 金屋藏椒 为什么你们最近一直在躲着我 因为你们根本就没有脸见我 顾海棠 你明明已经是月轩的大嫂了 你为什么还要勾引他 你为什么还要抢走我的幸福 我终于知道你为什么还愿意回到朗家 因为你心里一直还定期着月轩 不是这样的莫花 你闭嘴 你一直以来都在插足我跟月轩的感情 你当初走了就不应该回来 你要是不回来 于是他就能忘了你 给我闭嘴 你发什么疯了 你有什么资格在这儿指手滑脚 你以为你是谁啊 海棠现在已经嫁给我哥哥了 你别再给我提那些事了 你想过没有 我从来就没说过我喜欢你 只是你一厢情愿罢了 我还要告诉你 爱情这东西不是被勉强的 也不是怜悯的 你以为爱情只是你的一个玩具吗 你别说了 我不想听 莫花 你别冷静点 骗子 你们都是骗子 我恨你们 就算是一种愚笨 就算是一种愚笨 也相信有点可能 用尽所有力气完整 好迷不少一点的愚笨 莫花说的话 你别放在心上 是不是我太认真 我不会放在心上的 对于爱情 我只是觉得 心里好累 心里好累 我知道 是我让你受了委屈 让我遇见你 爱情愚笨 证定是这辈子的磨难 爱情愚笨 说话有点冷 想拥抱 却怕伤人 想望你 会不会被忧愚 算了 无所谓了 我现在关心的 是这个冰尖麒麟 什么时候能开花 还有月明的脸 到底什么时候能治好 我到底什么时候 才能够离开朗家 什么时候 才能和你们匹亲关系 不是 你别这么想爱她 那你让我怎么想 是不是我遇到 所有不开心的事情 无道笑着去面对去接受 我是人不是神 我有感觉我也会痛啊 你们考虑过我的感受吗 你们知道 我都承受了些什么吗 没有人会明白我 因为根本就没有人 会在乎我 怎么会没有我在乎 你不在乎 是不是我太忍愿 你只会欺骗我 你只会欺骗我 伤害我 对于爱情 太紧张 你只会欺骗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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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拥抱着 那样的无拘无数 你只会欺骗我 你只会欺骗我 那样的无忧无虑 不太忍愿 同样与众疑问 谁是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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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会太多 是我把一个快乐的海棠 变成了今天的样子 对不起 对不起 你不要再跟我说对不起 就算你说一千次 一万次对不起 也许某天 又能改变什么 我遇见你 证明我不曾错过 你走吧 请你让我自己冷静一下 对于海景太虔诚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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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问你会不会遇见我 我这样的男人 爱的有点笨 说话有点冷 想拥抱却怕伤人 想问你会不会别有这 同样一种疑问 谁是马路人 谁是过路人 谁会陪你过完整 想问你 你说的梦 我也听过 不用的人 不必懂 你在人海 爱是未来 让我们 等我 你说的梦 我也听过 不同的人 不必懂 你在人海 爱是未来 让我们 等我 等我 这东西 是最苦涩的眼泪 我说的梦 爱是未来 这下一个梦 实际上 是未来的梦 我现在才明白 我对哥哥的愧疚 怎么能用你的青春年华来补偿 失神和同情 那都不是爱情 我伤了你的心 更害了大哥 看到了痛苦与承担 这更让我难受 我一定会帮你完成这些配方 你想做的每一件事 我都会帮你达到